这几种人比小人更可怕,宁可撕破脸也要远离,在现实生活中,选择交朋友时,确实要慎重考虑,与高尚品德和价值观相符的人交往,可以帮助我们成长和进步,相反,与不良品德或低价值观的人交往,则可能会对我们产生负面影响,在生活中,这几种人比小人更可怕,许多人都忽略了他们伪善的一面,每天一点新思路,每天一点新感悟, 欢迎订阅珠子国学,拿你当工具人的人,工具人是网络流行语,贩指被人像工具一样使用或使唤,有些人,由于在乎某个人或某段关系,心甘情愿做对方的工具人,任劳任怨,随叫随到,且不求任何回报,电视剧《甄嬛传》中的温氏出就是如此,他对甄嬛一往情深,甄嬛仗着他对自己的情意,拿他当工具人,有是石出哥哥, 吴史文大人,生活中也不乏这种精致利己主义者,与你相交没有真心,只有利用,当你失去利用价值的时候,你们的关系也就名存是亡了,拿你当工具人的人,通常有事才找你,没事根本想不到你,你念极勤奋,有问必答,有求必应,可当你有事找他时,他总有理由搪塞你,敷衍你,效力藏刀之人,战国时期, 秦国派公孙央攻打魏国,公孙央大军直抵魏国吴城城下,由于吴城帝势险要,攻势坚固,正面进攻恐难奏效,公孙央通过写信给魏国首将公子行,主动套进虎,并建议会谈一和,信送出后,他还摆出主动撤兵的姿态,命令秦军前锋立即撤回,公子行看吧来信,又见秦军退兵, 非常高兴,便约定会谈日期,会谈当天,公子行带了很少的随从前往,会谈气氛融洽时,公孙央一声号令,伏兵从四面包围过来,公子行和随从被擒,公孙央利用被俘的随从,骗开吴城城门,占领吴城,公孙央表面上求和,实际上暗地里埋伏,这种做法就是效力藏刀的做法,靠这种手段最后赢得了战争,让人比 这样的人为了达到目的,不择手段,遇到这样的人,发现得越早,就越要早早远离,不能心转,听信效力藏刀的表面之词,否则吃亏的还是自己,过分好心的熟人,尚饶市民朱某,被表哥拉到一个微信群里,群主非常豪爽,动不动就发红包,还扬言,让大家一起发大财,后来群里动不动就发任务,只要完成任务,就可以得到几块钱的回报, 还有一些理财的产品,时不时冒出来,回报率也不低,朱某在群里观察了一段时间,认为群主靠谱,结果被骗上百万,亲戚是有血缘关系的人,大家平时也会串门聊天,朋友是彼此熟悉的人,互帮互助,如果有亲戚朋友拉你一把,这是幸运的事情,你要明白一个事实,帮助你的人,不会强行帮助你,有些事情,你不参与,他们也不会频繁找你, 但凡频繁找你去做某件事的人,都要担心,拒绝杀熟,远离过分好心的熟人,对家人不好,对外人好的人,经典剧《白鹿园》中的白家轩,一身正气,始终用强大的道德力量,践行着自己身为族长的本分和职责,他对族人尽心尽力,以身作则,他是个精明人,却不通透, 有时还很迂腐,他把自家脸面看得很重要,因为父亲去世时,曾叮嘱过自己,要容得下陆家,于是,对于屡次拆自己台,甚至得自己使坏的陆子林,他选择了熟视无睹,宽容原谅, 而对自己的亲生儿子白孝文,小时候不去引导和教育,对待他冷漠书里,像个外人,长大后,孝文和田小娥混在一起,丢了他的脸,与他平日的威严有损,以至于他一直视孝文为自己的耻辱,宁愿原谅曾经打伤自己腰杆子的黑娃,让他进祠堂,也不原谅已经学好的孝文,白家轩是个好人,可对待自己的孩子实在冷酷无情, 他把体谅和理解给了外人,却把忽视和冷落给了自己最亲的家人,没有感恩之心的人,有道是,登高山之巅,勿忘父母情,若成功之道,切记恩施义,但凡人品好的人,都懂得知恩图报的道理,没有感恩之心的人,不忠不孝,不仁不义,好像别人都欠他的一样,把别人对他的恩情看成理所当然,丝毫不领情,我曾见到几位年轻人在网上发文, 打骂自己的父母没本事,没钱给他们买车买房,试想,一个不知道感激父母养育之恩的人,你还能指望他会感激别人的恩情吗? 不懂感恩的人,说严重点就是狼心狗肺,在这种人的眼里,只有怨恨和利益,他们做事无情无义,心狠手辣,最容易做出背叛和出卖等忘恩负义,落井下石的是来,所以一定要远离这种人。 背后说人是非之人,邹记讽其王那见,有云,无与徐公属美,克之美我者,欲有求于我也。 人们都说徐公是一个大帅哥,并且拥有高尚的品德,实际上他们只是有求于徐公而已,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,但却倒进了面遇者,被避非的人生者里,从古至今锦上添花者不计其数,而真正雪中送炭的又有几人,可以说阿鱼奉承之风, 自古以来就从仍断绝,人们为了名利,金钱不惜放下自己的尊严以及诚信,对领导做进了溜絮拍马的事情。 心中早已毫无敬畏之心了,如果大家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不讲诚信,背后说人是非之人,一定要远离人,就算是没有办法摆脱,平时也应该提高警惕性, 正所谓忠言逆耳利于病,良药苦口利于行,在他人鳄鱼奉承的唐衣炮袋下,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,捧杀你的人,捧杀你的人,这种人是典型的口腹密件,效力藏刀之人,把你捧得越高,无非就是希望你摔得更重。 作家童华说过,有人可以将恶意藏在夸赞下,也有人将苦心掩在骂声中,对你好的不见得是真的好,对你坏的也不见得是真的坏。 人的本质都喜欢听到好话,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话,受到夸奖时,人们都往往产生愉悦和满足感,然而捧杀都是带有目的性的,比如一个人非常的嫉妒你,并想以此让自己获利,便可能会对你使用捧杀这招, 让你变得傲慢,目无尊长,如果你一直处在这种生活中,整个人也会变得爱面子,自尊心强,一旦遇到一点小挫折,便一落千丈,跌入谷底再也不能翻身,心胸狭窄之人,心胸狭窄的人喜欢记仇,他们会记住你说过的每一句对他不利的话,你做过的每一件对他不利的事,他们喜欢躲在暗处埋伏你,刺激报复你,同学小货心知口快,口无遮拦, 一次,也为技术上的难题,小货指出领导王某的不足之处,让王某下不来台,王某就觉得小货不给他面子,在后续工作中他经常难为小货,找各种理由扣小货奖金,心胸狭窄的王某让小货度日如年,最后小货只能申请调换了岗位,人与人交往,不仅仅看是否投缘, 最重要还看胸襟,永远不要和心胸狭窄的人在一起,他会把你逼进绝望的深渊,自私自利的人,自私的人总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, 他们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或需求,在工作或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人,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总是在妥协, 而他们却从不让步,他们可能会利用你的善良和包容,却不会给你任何回报,比如说,你的一个同事经常让你帮他加班,而他自己去享受生活,每次他都承诺下次会帮你,但下次永远都不会来, 长次以往,你不仅会感到疲惫不堪,还可能影响到自己的职业发展和生活质量,遇到这种自私自利的人,最好的策略是明确界限,不要无休止的迁就他们, 赖在你身上不放的人,咱得说句大实话,自己的路,得自己走,自己的坑,得自己填,可有些人呢,出了问题,就跑来找你借钱,仿佛你得替他擦屁股似的, 这样的人,最擅长的就是把责任甩给别人,好像你的钱包是他的人生保险单,遇到这种甩锅高手,你可得冷静点,别觉得每次别人找你帮忙,你就必须帮,别动不动就觉得这是你的责任, 说到底,人生就是自己过的,哪有让别人替你买单的道理,你看,那些生活一塌糊涂的亲戚朋友,没赚到钱,心想着找你借点本钱去折腾生意, 可你得想明白,他们失败的人生,真轮得到你来负责吗,你也是个普通人,辛辛苦苦挣钱养家,凭什么得替他们扛这些烂摊子,不懂分子的人, 有句话这么说,任何关系,如果走得太近,都是一场灾难,身以为然,人与人之间,哪怕关系再好,也要保持适当的距离, 没有边界感的关系,相处久了,难免会变成一场灾难,电视剧小日子里,朱大利无疑就是一个没有边界感,控制欲还很强的人, 他不仅数十年如一日的管控着妻子,还要事无巨细的管控儿子和儿媳,肆无忌惮的对儿子儿媳的生活指手画脚, 他的霸道强势,以老卖老,毫无边界感,压得儿子儿媳,乃至他的妻子喘不过气来,最终导致儿子儿媳离婚, 妻子对他绝望,也选择离婚,不仅是父母而女,夫妻伴侣之间,兄弟姐妹,亲戚朋友之间,都是如此, 如果走得太近,管得过多,都会伤害彼此感情,从而带来诸多烦恼和麻烦,甚至是灾祸,白眼狼, 在现实生活中,我们应该避免与那些白眼狼的人建立关系,因为这些人往往不会真心对待我们, 他们只会想方设法从我们身上占便宜,却不会真正帮助我们, 与此同时,这些人还会忽略我们所提供的帮助,并在不经意间挖苦我们的能力和努力, 这种行为不仅令人感到气愤,也会削弱我们的自信心,我们应该选择与那些真正关心我们的人建立紧密的联系, 共同成长,进步,这样我们才能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和自信, 总在你面前抱怨的人,有些人身上的力气非常重, 所谓力气重,就是对生活诸多不满,对世界充满怀疑,内心灰暗, 看不到身边的美好,满腹怨气,随意宣泄,这世上,敌,却有很多不被命运眷顾的人, 他们饱经风霜,历尽苦难,但大多数人都心向阳光,乐观积极地生活着, 他们虽然过得很苦很累,但心中有爱,有希望,永远相信美好, 只有那些心态不好,悲观消极的人,才会怨天怨地怨命运, 逢人变肃虎教区,肆意散播负能量, 长期与这样的人来往,你会感到压抑,莫名的情绪低落, 无法打起精神做自己的事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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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